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,我叫李靖森 我的学士跟硕士学位是来自于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 那之后我到美国的University of Maryland 马力兰大学完成我的博士学位 我的专长是数理统计 那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之后 我曾经到美国的纽约州立大学待了一年 之后回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 待了15年之后 转到素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 那我在人类性学研究所的专长 是有关于人类性学方面的一个量化研究 那这个量化研究简单的描述一下的话 它是可以说是一个top-down的一个研究过程 所谓top-down是来自最高的一个底论的一个架构 也很有讲设 然后接下来当然你要做问卷的设计 以及一个抽样的一个构成 接下来收集的数据的分析 以及最后的一个推论 那么从过去几年的一个经验里面 其实人类性学研究所有关可以做的题目 其实是非常的多 那如果有机会到素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所的话 你可以从社会科学的研究 量化的研究 以及有关于人类性学各个领域的一个研究 让你知道不少 那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有两名博士毕业的学生 他们在社会都有非常好的工作 另外有大约20名的硕士毕业学生 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面 也都有很好的一个成就 所以很欢迎 如果有机会到人类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的话 我相信以我们本所的师资来看 应该会让你很满意的 获得很多的各种的兴趣的知识 谢谢各位